时隔多日,灯神和韩国BJ又交上手了 本资依然是主力之战 韩国BJ用克里斯手发灯神有力应对 看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魔盒 双方的技术都记不得怎么样了 特别是韩国BJ 他的出现非常的少这期 得给人一种神秘感 现在灯神剩下半血 克里斯迅速用战中手追野弼 但也许划出走 其实这一招属于等野弼 非常自信的等野弼 接下来看灯神下一个人 开场就被打了个满血 这情况不太好了 第二回合灯神的特瑞 特瑞先来一发直跳大灌篮 这又是什么套路呢 潜潜打压制 发现有点不太灵了 克里斯对灯神的套路是了之上 应该是研究过灯神打法吧 研究了很多天的样子 好,克里斯继续跳 跳地豪 哇呀,快速抢抓地头 这么狠的吧 灯神的出招完全在韩国BJ的掌握之内啊 这就不好搞了 那来看灯神最后一个板子两把 灯神最后的希望 看能不能征服韩国BJ 主要是套路啊 套路上面灯神 这波弱了一点点 哎呀,灯神想跳被打了下来啊 克里斯继续一个跳中角 连续滑鼠一个腿 角落上中角 重拳拉后抓 又来了一套给法 灯神半血一下 灯神怎么搞 克里斯等AB等一手 哦,板子两还是被抓了 克里斯再下中角 板子两飞翔脚接波 克里斯怼他一把 跳在地 跳地抢弓 跳地逆向 这个逆向还是集中了 要穿三了吗 穿三了 我的天呐 BJ 哇,这次出手啊 直接给灯神来了一手下马归 来看第二局 第二局灯神的游力 继续首发 应对克里斯 哇,游力抢前后后 空头把他怼下来 下天角 C头C头飞翔拳 CD升龙旋復的飞翔拳 打上一套 好 那BJ 哇,这次 该灯神追BJ的一个闪现了 其实追闪现比追AB还要难 因为闪现太快了 来看BJ下一个人 第二个回格 BJ的 抱着火舞 哎呀 抱着火舞 跳地呢 演绎 绝波 一个CD雷荒拳 无法起身 C头飞翔拳 CD升龙旋復的飞翔拳 打上一套 后面BJ半血一下了 啊 BJ也凹了 这局BJ 滑上的节奏又不太好了 好像他的套路又被灯神给摸透了 灯神剑招拆招 欲强则强啊 第三个回合来了 看BJ的莉安娜 也是BJ的狠角色 先用CD手刀扮演战弹跳一下 先打拳簧啊 最重要的还是实战经验 连招上面的话 谁都可以练得很熟 实战经验 哇,不是每个人可以积取到的 来看灯神下一个人 特别是和各大高手过招的一个实战经验 我们接着看灯神的King出马 其实我在很久之前啊 这个984技术也没有那么的好 连招没那么熟连 除了苦练还是苦练 还有一个点啊 就是我自从和三神和UP 还有平台各大高手过招以后 这个技术也是进步了不少 虽然和他买有些差距 但是我觉得加一时日 我也可以成为一线高手 第五个回合灯神的板七良 板七良啊 圣龙飞上就要砍刀手 后面板七良圣龙飞上就要砍刀手 还有BG半血一下了 这局灯神能不能搞死利安娜 好了 利安娜先抓一个地头 跳回地 手刀 无空 哇 手刀 飞轮萌压板七良向前闪生 躲过对手的飞轮回够 那现在生龙继续怼 嗯 空牙 还这么近的距离 灯神又想搞事情 玩心跳刚才 还是BG不吃他这一套了 啊 生龙飞翔脚了 一招生龙 并乾坤 被翻得到1比1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一局灯神依然使用游力手法 BG呢 克里斯 好 游力前前 落地生龙旋飞腿又开始了 还是刚才那个打法 但是BG他就是没防住 BG这局能不能也像灯神那样 对 见招拆招呢 好像问题很大 现在韩国BG 也是和三神一批的技术 对 拉了很大的一个距离 我觉得 好 第二个回合 看BG的 布置火舞 现在打UP的话 也是非常的困难 对 不太好打了 不像之前那样 制霸98C的一个状态了 飞翔拳 CD 圣龙旋斧 对飞翔拳 哎呀 下C逃 哇 飞翔拳 CD 圣龙旋斧 哇 这样也行 BG很快又被打崩了这样下去 再看BG最后一个利安娜 第三回合 利安娜呀 她开场就怼了一个CT 焰翔翔拳 诶 圣龙旋斧队 飞翔拳 好 一手 这样也行 快速点到下盘又开焰翔 BG被三下五出搞得生一点点血了 折也没折到 反正什么招式也不灵了 能力耳环也被轻松躲过 现在BG 已经是潜力于技穷了 有那么一点感觉 那利安娜 还是前前艳逸 持出屁股攻击 C地雷光前将其撂倒 你不动的话 逃才两下 哇 这一次啊 BG是受到了重创 B分来的2比1 接下来还是同样的角色出场 这局BG可要稳一点了 短时出一招 下踩 后断 抓过来 重创轻松滑翔给出必杀推塔 先下灯神半血 还没有下半血呢 灯神这个生龙 太紧张了吧 看来这局又该BG操作了 连续滑翔一个推 那带走 我们接下来看灯神呢 下一个人 第2个回合 灯神的 King出马 C地 开上C地两腿 前前压着一手 克里斯呢 哎呀 克里斯还是用一招 前跳 后踩后抓的方式 拉了一套 难道说灯神这次又要没了 要被很快打到板血量这里 C地 相杀有点亏 好 两次C地 这次可以 角落可以开一次必杀 必须要开 空中旋风提携大 对 这也是 最高的一个接法了 伤害最高的接法了 目前 以当前的气量 从状态 接下来看BJ的 克里斯又被踩到了 镰刀腿 这一玫瑰带走 现在看BJ下一个人 BJ并没有很轻松的拿下 King啊 看BJ的布置火舞 滑铲 抛他一下 好 跳抓 逆向 下谁落地飞 灯神的King啊 一点点血了 那来看板刺梁终于又出马了 感觉板刺梁今天是黯然失色啊 嗯 板刺梁收底的一个能力 还有那么强吗 对 感觉有点嗅不起来 飞翔脚接波 斩猎拳 打一套 生龙 双生龙 飞翔脚 这波灯神 并没使用三生龙啊 高级拆掉 好 前前攻击 机会来了 飞翔脚接波 波接一个大波手扣 我贴底包去 他用那个生龙飞翔脚 收底 比较稳的一个收底方法 靠地 看第五个配合 莉安娜 又来了 原地骑骑骗对手跳 莉安娜将其套到角落 对 猜对手招 无非就是跳 体中转 或者是套下盘 哇 大位板 尽量抢反截住 莉安娜CD以后啊 也并没有很自信的弹上去一招 还是选择了后拉爆气 现在逆向呢 也被截住了 半车量能不能逆袭 飞翔脚接波 莉安娜也抢反了 生龙又是一次 这个生龙啊 把他就给生崩了 哎呀 最后登神3比1 很快的拿下了BJ BJ BJ C BJ